詞曲 李宗盛 秘密平面 然後浩瀚飄浮 就是很巨大 很巨大假設說它還在飄浮的話 勢必一定會很劇烈 然後這個形容詞是 形容我的作品本身 就是整個內容的軸線就是在這上面 那故事可能是像王子一樣 很大的 就是很大的故事 分圓一體這樣 所以才會叫浩瀚 浩瀚然後再震動 就是情緒的波長這樣 它的素材是來自於兩三年之間 但是也有立刻表演的素材 因為我都是很隨機去一樣 就例如現在這裡有一塊布 我就立刻把這個布拿起來 然後再把它組合起來 其實是很快速的 但是好像在做一個 就是做一個很無意識的狀態 但是結果就越貼近我自己 我把我爸媽的形象 把它抓進來之後 感覺跟我之前的作品差很多 就是說 有外人的介入 就是會比較 就比較有趣一點 像你會覺得說 它好像是一個平面 怎麼忽然間又到室內了 但是在室內怎麼一撞出去 又是有一個飛船 又有墨子 又有河邊的一個狀態 對啊 就是互相一直否定否定 好 好 好 來吧 好 好 謝謝 謝謝